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最放松 最自然 最真诚的状态 反而使得她发挥超过了她平时的水平 熊辉 当你在整场表现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两个在一起表现的时候 我没有怎么注意到你的内容 我一直在注意你的表情 自始至终你的脸上洋溢的都是一种幸福 你没有紧张 没有压力 完全是一个被爱情的光辉照耀的女生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 对不对 熊辉 我只是说我的感受 请不要用爱情那个字 用严重 爱 情感 情感 你接受这个词吗 接受 对不起 我是灯泡 我关灯 说了多少次让你这个灯泡自行毁灭 你怎么老是 其实到了这会儿 我觉得我们可能有点太过于 在取舍之间去耗费心机和心思了 实际上这两个年轻人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现在超越了一个比赛的层面 我个人认为 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 和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吸引 包括刚才他们俩的比赛的气氛 和其他的选手的比赛气氛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俩是默契的配合 还有那种半娇半逞的那种神态 像熊辉 半什么 半什么 我觉得小千刚才说的特别 对 我们完全 我不是代表其他评委 我代表自己 在这一轮我放弃去评论他们各自的表现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块 让我们看着赏心悦目 一个女孩敢于在这样的舞台上承认 她爱太了不起了 鼓励一下 谢谢各位评委 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时候可以用你手中的手机 无论是移动 联通还是小灵通 都可以发送到9999887 来参加我们现场的这种竞猜 你能猜到南方赛区和北方赛区 谁最终获胜吗 如果你猜对了 可能会有奖品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猛牛早餐台挑战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人 全国选拔活动的现场 四十进十六的第二场 今天这现场特别奇怪 两个选手刚刚在这个舞台上承认了 相互之间的好感 评委很难 但是评委做出了一个决定 决定是什么呢 请看结果 结果是四比一 胜出的是周密 被淘汰的是熊辉 然后我是灯泡 我关灯 交给你了 请示比赛前我跟熊辉有聊过 我们说我们俩 不要把这个舞台当作一个PK的舞台 把它当作一个游戏 我们想很快乐 很开心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把我们最本质的东西表现给大家 之前老想进几感言 都没想过淘汰感言 没什么话说 我就觉得我像是一个灰姑娘 做梦 做到现在该醒了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人 我都会记住你们的 我不希望很快把你们忘记 可以吗 我下去 这是本场获胜的三位选手 每个人用三十秒时间 来争取评委 把票投给你 公演开始 我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其实开始的时候 我准备了一个段子 是想拉票的 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了 我看着我身边的伙伴 一个个都离开了我们 心里挺难受的 所以 如果评委愿意 继续让我在挑战的舞台上学习 那就 给我一个机会 但如果 我没法成功地晋级 我觉得我现在站在这儿 我已经很满足了 三位的拉票过程都已经完了 五位评委 请你们离席 可以 我觉得公演今天的表现 没有发挥出来他的全部 因为他以前在出赛 和近四十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阳光的 很青春的 然后往上窜的那么一个选手 而在今天我觉得他 好像有点怯场 但你觉得如果再给他机会 他还能 有可能 有可能刺激一下会 他会有更大的爆发 这是一种可能吧 其实今天 我们在场上 既帮了周密和熊辉 但是可能在某些方面 也会影响到他们 让那种情绪主导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最高 所以在那种情绪之下 周密 今天我觉得他并没有 把他真正的最优秀的东西 占卜 不是 现在这点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说了这个 所以我们可能对周密的情绪 会有压力 会给情绪压力 王雅 他其实今天后来认识到了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他自我总结的时候 才意识到了 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表现力的人 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对王雅的优点是表现力 但是怕 你是说他怕掌握不了那个度 对对对 一下子他失去方向了 我怕这个 所以总的来说 三个人今天都有 再回去的理由 但是就看谁的理由更充分了 对 我们有三位选手在这 有两个人可以晋级 评委就晋级的名单达成一致意见了吗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最后的名单在我手里 这不是一个判决 这也不是一个法庭 我们都不是法官 我们五个人不是这个比赛的决定者 我们也是参与者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 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愿意为了这个事业 付出所有的努力 祝福你 在这里面就有两个 得到我们祝福的人的名字 交给马路 我手里的一份名单 有两个人进入整个选拔活动的前十六 他们的命运就像萨贝宁说的 可能就此改变 现在是晋级时刻 首先晋级的是 周密 我觉得今天首先我自己挺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从头到现在 一直参与挑战最 最在壮的的一次 我完全抛开了自己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 找到了做主持人的那种状态